名偶封雲匯 印譚與老旁 封雲高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回覆收聽封雲谷 感謝各位的支持 希望各位繼續加入我們的訂閱項目 還有按一個小鈴鐺 加點Like 還有本人陶記的Patreon 還有個包圍充的 近日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高姿泰訪問 歐洲的德國 法國 和香港的前宗主國英國三國 此舉可以說 說香港主權移交以來 是罕有 未見過這麼高調和這麼密集 由一個財政司司長訪問 是三大西方文明國家 包括前宗主國的 為什麼陳茂波這麼高姿態訪問呢 當然就是因為和香港近日 近年 整個經濟和政治環境處境不妙 是有直接的關係 資金是外流 投資是萎縮 最重要的就是香港那個所謂一國兩制 和國際經貿城市的地位已經出現重大的改變 尤其是港版國安法實施 不受西方國家政府的歡迎 而且在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的領導 和認罪之下 就以政迫傷 就令到香港那個地位 就已經和殖民地時代 甚至在特區時代的早年 到曾蔭權和董建華時代 就已經出現了根本的變化 所以見到勢息不對 就由財政司司長出去 是巡迴 是所謂唱好香港 和再銷售香港的地位 就希望德國、法國、英國那些商界 特別是德國的高科技界 是快些回來香港投資 在這方面來說 我相信未來在10月份 由財政司司長的上司 特首的李家超的施政報告 一定會有在言論和語調上面升一級 甚至進一步加強招攬 西方國家的人才來香港 但是現在你看看 這個叫陳茂波這次的訪問 你覺得成不成功呢? 評論成不成功之前 我們看看他們這個代表團的行程和他的陣容 陳茂波司長就率領130人 去訪問歐洲 那是疫情之後最大規模 業區政府的外訪團 因為之前都有民建聯那些 率團去了東南亞 我們都評論過了 那個KPI是什麽呢? 究竟最後簽了什麽單回來 究竟有什麽國家什麽企業 來香港發展呢? 結果就不了了之 現在不止 這130人的代表團 我不知道是否全部都是公帑 我猜都是的了 究竟會不會坐了商務呢? 我也不肯定 不過應該都會很多人坐商務的了 首先第一站就去法國巴黎 哇這個花刀 接著就去訪問倫敦 柏林和法蘭克福 那幾個國家 那這個呢 主力是銷售什麽呢? 就是向歐洲的商政界 銷售香港最新的發展 那還有呢 繼續說是開拓大灣區 和內地龐大商機的首選門戶 和高質素服務平台等等 那首先我都不明白 香港沒有這些各國家的領事 或者商會嗎? 這些香港長久以來 無論是剛才提及的 法國、德國或者英國 都有很多的代辦 或者是商務的人員在這裏 香港長久以來 都是中國的門戶 在殖民地時代 也是一個窗口 這個是眾所周知 不用你去訪問 一個普通的香港中學生 都囊囊上口 會答的了 那何曾需要一個呢? 司長要花這麽多錢 130人去穿梭這幾個國家 還有 好像你說的 出去除了商務客位之外 茶煙飯酒 晚宴 這些全部呢 都是鋪張的 全部都是納稅人的錢來的 而說的話呢 是並無新意的 也都不敢再提呢 他在去年的10月 說將香港怎麽樣打造成 虛擬貨幣交收平台 還有對於虛擬貨幣交易呢 是持一個開放和包容的態度 喂 你應該去到這些歐洲國家 是要銷售新的嘛 那你既然在去年 吹過這個虛擬貨幣交易平台 為什麽你又不說呢? 是不是因為JPEX那件事 和林作先生呢? 黃了之後呢 結果你就不提呢? 那結果只是講來講去大灣區 這個三幅屁 那所以呢 究竟他成不成功 我不知道 他說達至預期效果 但是我見完民建聯 去完東南亞這些東盟國家之後呢 都交不到KPI 那我不知道陳茂波回來呢 真是交條毛了 胡先生 這方面來說呢 我們要看看一些細節 那首先呢 就這次 那麽高調 你說是130人呢 是不是個個都坐商務位呢? 裏面去多些政務官啦 是不是?官員啦 還有商界的精英啦 是不是? 那沒有理由 一架飛機 我們都知道啦 波音747 又或者是這個空中巴士 商務位呢 最多都是幾十個 那後面很多都是經濟創的 那到底誰坐商務 誰坐頭等 頭等我想最多是兩三個位 當然是陳茂波坐啦 那這個 這個叫商務位 和經濟位 那裡是怎麽樣劃分呢? 我身為一個 就是市民呢 就對這方面的花邊 有些興趣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到時候抽籤呢 很多人 坐這個 EY Class 是很辛苦的 會不會呢? 就分開很多架 並且一架專機 全部都是商務位了 這些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 首先呢 就是陳茂波這次呢 你要看到呢 有一個和西方國家的總戰略 非常之矛盾的地方 就是無論它去到德國和法國 尤其是德國為主 那它在德國是傾銷了什麽呢? 你也聽著 粵港澳大灣區 擁有先進的製造 和將產品商業化的功能 龐大的消費市場 你也聽著 是隨著內地到香港的跨境數據 和生產要素流動的政策 這個這樣的環境呢 是有利於德國創科企業 以香港作為科研和業務基地 發展內地 以至整個亞洲市場的業務 哇 真是的 非常的遠景燦爛 這方面呢 就是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 和傳媒的綜合報導 但是 你在德國講一個 這麼美麗的故事的同時 千萬不要忘記了 在今年8月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命令 將會限制美國企業 向中國投資半導體量子計算 和人工智能 就是AI 香港和澳門 也都包括在被美國企業制裁的 和這個限制的行列 專家指出 新的禁令 全方位會令到中國高科技產業 斷水斷糧 尤其是美國著眼於不准香港和澳門 成為中國在高科技企業的集資窗口 影響私募投資對中國AI的持續投資 再加上美國已經點名 包括商湯科技在內等 被美國制裁 很多科技的發展 和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半導體貿易中心的地位 由於美國這一記 這麼嚴重的限制 就不用考慮了 在一個這樣的前提之下 你特區政府走向和德國 一直說香港和大灣區連成一片 成為一個進入大灣區的高科技 研發和產品推銷的窗口 我不知道德國那方面的反應是什麼 現在拜登在這幾年 向北約和歐盟重點是德國 加拿大這些國家 英國加強這些針線功夫 就是其中包括半導體高科技 圍堵輸出中國 你現在陳茂波新來香港特區政府 那個財政司司長 擺明就向德國說 我們這裡是繼續可以成為 進入中國的白手套 或者說它難聽些 或者叫它坦率些 就是你在向德國和法國 慢地說特別是德國 因為德國的人工智能 高科技這方面非常的厲害 這個叫做白手套中心 你覺得美國駐柏林的大使館 領事館商務參贊 有沒有樹高的耳朵聽到實 和看到實呢 和德國的動向 會不會是因為陳茂波這個唱好 是會加強信了你呢 最重要的就是香港的新聞媒體 都指出這次陳茂波訪問三國 就只是向這三個國家的商界 重點是拉攏 這三個國家的官員 包括公貿部 英國的公貿部 和德國的財政部等等 這些高科技的部門 是沒有一個會見陳茂波 看不見是有新聞公布那裡 就是英、法、德、三國的官方 是有對陳茂波這一位 這個可以說是香港特區政府 一個非常高層的領導人的任何交往 這方面來說 就已經表達了一個 是看美國面色和隨時向美國歸隊的態度 是不是 所以這方面來說 你回到來說很有成果 特別我對於德國 你應該向你提供高科技產品 和這些企業的合作 研發方面到底有多少成果呢 簽了什麼意向書呢 例如說你這次的代表團 你過去這個德國 有沒有一個香港科技大學 在這方面招商引資也好 加強這個研發項目也好 或者城市大學的學術代表呢 這些細節那方面就欠奉了 陶先生 我想你解讀一下他所說的東西 首先他回到來之後 就說行程達到預期效果 那究竟那個效果是什麼 那他又沒有說到啦 那但是他聲稱呢 就很多歐洲企業呢 以香港作為落腳點開拓 內地和亞洲市場呢 非常感興趣 我們留意啊 外國人呢 說感興趣的時候呢 究竟他的潛台詞是什麼 還是他真的認真呢 你待會就告訴我 不過都不要緊 我就不挑戰他這個 那個所謂的效果是什麼 但是他開了幾間公司 那我就一定要跟這個KPI 今天呢 中秋節之後 翌日 我記住今天的日子 那於是乎呢 他說過 英國的生物製藥企業 阿斯利康 即是呢 那些COVID-19那個疫苗 其中一個生產商呢 就說計劃來香港發展 也都計劃在香港設立科研機構 另外法國一間大規模公司 沒有開名 他說業務包括能源污水處理 也打算來香港擴充業務 那其他他沒有說 那首先阿斯利康和這間法國公司 究竟一年半載之後 會不會來香港開設他們的科研機構和擴充業務呢 我相信 納粹人或者議員呢 麻煩要跟一跟 如果不是呢 又是一次茶煙飯酒之後呢 就口講口賠 最後呢 都是不了了之 跟這個民建聯去這個東盟國家的情況一樣 因為 他所謂的達致預期的效果呢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檢測的 因為他都沒有說過原先的效果是什麼 他出發之前也都沒有說過 說要簽多少間公司回來 有多少個企業呢 來香港發展 或者是 那個時間是一年還是兩年 完全是沒有這樣的量化到的數字 那所以 這次呢 其實這個這樣的旅程呢 我簡直可以說是旅行來講法 只是給那百多位的所謂工商界人士和官員呢 去一次歐洲的旅行 日頭開完會 晚上晚宴 跟著去索瓦瓶 或者是順便探望一下他們的子女 因為我知道 他們很多的子女呢 都會在倫敦或者英國去讀書的 部分可能在德國 於是乎呢 探親旅行呢 就一條龍 那所以呢 我就覺得呢 這個納粹人的錢都挺冤枉的 首先提到這個阿斯利康 是不是加強在香港那方面的研發合作呢 我就記得 很多人都不記得了 在兩年前的四月 是不是 就計這個叫歐洲藥品監管機構 就確認了一個罕見的血傳 是一個副作用呢 就是被牛津為基地的阿斯利康疫苗 發現有一種這樣的關係 特區政府就馬上相信歐洲 就高調宣佈呢 是不會向阿斯利康採購疫苗 那當時阿斯利康對香港特區政府 是有所抗議的 說你有沒有看清楚我們的數據啊 是不是 為什麼你信了 對不對 對 沒錯 本來特區政府 阿斯利康就已經訂購了750萬劑的疫苗 誰知道呢 就身為政府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的一位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的內科的醫生 許樹昌就認為 特區政府應該放棄購買阿斯利康 轉購其他 是不是 那當時就引起一些這樣的噴聲 那特區政府宣佈是怎麼樣呢 將買入的750萬劑阿斯利康的疫苗 是捐了給其他的國家 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國家 是不是 那就不需要叫他們 你不要運來香港了 我給了錢 我怕你了 我當你捐給其他的那些貧窮的地方 所以這件事是有少少不了了之 還有搞到不是很開心 因為阿斯利康是假假的 是香港人最為崇拜的牛津大學 是那時候開發的 是不是 那你現在說阿斯利康是有危害健康的副作用 那現在這次呢 阿斯利康趁著你陳茂波來 隨時就向他當面計數 那就是怎麼樣呢 是不是 兩年前你屈我 阿斯利康你可以看到 是借這個勢是有一些政治方面的計算 那特區政府到現在 你都沒得選了 兩年前 你阿斯利康啊 還有這個叫輝瑞啊 這些呢 你兩邊選 你選大陸有份投資那一隻 這個叫復必泰 就是疫情是輝瑞啦 是不是 可能那時候對於英國來講呢 是有一個政治方面的介替 或者是排斥 現在 阿斯利康說 你給我上一棟先行不行 這方面來講呢 就真的不要失憶的 你要記得以前 那些所作所為的記錄 是不是 好了 那其他法國那邊呢 就走去會見一些 在香港的那些學生 是不是 在那裡讀藝術啊 音樂那些 這些完全是沒有什麼狀容的 但是德國那裡呢 反而我覺得 是要重點是要注視的 在美國的虎視擔擔之下 德國到底有多少高科技的人工智能 那方面呢 是會和香港展開合作的 那如果是真的話呢 那我想身為香港納稅人民 香港公民呢 就會是熱切 是希望見到這些承諾啊 或者興趣啊 得到執行 但是現在似乎呢 就不要說是喝喝吃吃了 是不是 這些呢 例牌了 你去到德國都沒有什麼飲食的 那些咸豬手啊 這些東西都不是很好吃的 是不是 到底有多少意向書呢 簽署回來 和未來的三個月呢 希望德國商會呢 在香港來講 是積極跟進啦 和香港特區的財政司 加緊這個聯絡啦 和香港的新聞傳媒界的朋友呢 就不要報完這個旅程就算了 還有啊 這次是隨行的 有沒有香港的傳媒的記者呢 是吧 如果有的話呢 回來啊 我希望他們就不要就這樣放棄啊 跟著呢 就三個月和半年呢 是逐間逐間 特區政府 財政司司長會見過 德國企業呢 打電話啊 電郵啊 問喂 你們說表示有興趣的啊 那跟著怎麼樣啊 下部怎麼樣啊 有沒有想著來香港啊 撤寫字樓啊 有沒有啊 派代表過來啊 啊 沒有啊 那什麼時候才有啊 啊 有啊 想著幾多月啊 喂 很多這些細節 發生了香港人 在這個時候 都希望聽到很多很多好消息啊 不要搞到20元一吋 那些什麼魚蛋啊 燒賣啊 靠這些人間 夜市啊 是不是 你要賣多少吋燒賣啊 才可以抵得上一筆德國高科技AI 是過來的 至今呢 是不是 那這方面 是任重道遠的 是不是 陶先生 其實呢 陳茂波司長呢 他不是自在吃魚蛋 20元4顆的 他想吃大茶飯的 他裏面呢 提到呢 他是歡迎呢 這些歐洲的家族基金呢 來到香港成立家族辦公室 那又說呢 是可以通過香港呢 去進行呢 投資亞洲的這些這樣的作為平台 那這個當然呢 就是他的其中一個KPI 因為他在去年10月呢 那個財政預算的報告裏面呢 聲稱啊 就去到2025年呢 希望香港呢 可以增加多200個家族辦公室 那而根據一般估計呢 香港現在大約有百幾間的家族辦公室啦 那加起來呢 如果真的2025年呢 跟到啊 或者真的交到貨呢 都有300多間的 那但是我們要看回呢 其實 那個競爭者 就是新加坡 我們講了很多次了 其實人家的起步很快 和他們的法規 和他們的條件呢 都挺優惠的 那特別是呢 他是不需要受到這些 國安法啦 或者是這些 內地的這些這樣的 所謂的 國家安全 經濟國家安全的監控啦 那所以 就很多的 內地的大陸富豪呢 就已經去了這個新加坡的了 那據統計呢 新加坡已經有1500個以上的家族辦公室呢 已經成立了 而繼續呢 是這個做到做不切 因為呢 現在呢 新加坡那邊呢 不需要搶你香港生意 調轉他是做不切 所以他將這些入場費呢 是加價 加到成1500萬港元或以上呢 你才能夠成立到這個家族辦公室 那這個是代表他呢 生意應接不下 你香港呢 你香港呢 可能只是撿些餅稅 但是撿餅稅呢 人家都不吃 因為呢 如果根據一些 就是 網上的報道呢 其實很多中國大陸的富豪呢 已經呢 去了那邊呢 就成立這個家族這個基金的了 那裏面包括了 據聞阿里巴巴其中一個合夥人 聲稱是支付寶女王的彭雷 也都被爆呢 去年的8月呢 移民新加坡 就成立了他的家族辦公室了 跟著 SOHO的創始人 的妻子的張恩 或者這個阿里巴巴的副主席 蔡崇信等等 都是被曝光 已經移民了新加坡 成立這些家族辦公室了 那這些全部呢 已經是 就是人家已經開發了的市場 現在香港才起步 希望在歐洲的裏面 叫人過來亞洲 成立這些這樣的家族辦公室 我覺得簡直呢 是不可能的任務 陶先生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呢 這些家族辦公室呢 你也知道 良友不齊 但是呢 你講到歐洲來講呢 非常之悠久的歷史 是吧 就講到明了 是管理資產 是吧 這些歐洲的辦公室呢 那些歷史呢 就長達這些很多呢 是200年的 是吧 這些管理資產 那些叫做家族呢 家族呢 就是容易聊天一些 那樣子 不會涉及這些政府 是吧 那些家族的辦公室呢 是收購一些呢 私人的客戶服務的業務 你聽著啊 那些資產管理呢 是他們的專業 是吧 那尤其呢 是負責這些呢 叫做資產托管 那你剛才講到這些呢 阿里巴巴啊 或者這個搬石蜜 那間這樣的 負產企業啊 那這些呢 全部都是大陸的龍頭 民間企業呢 是想轉移出香港的 那家族基金在這方面 可以說是一石二鳥啦 你可以呢 扩管這些資產呢 還有這些家族基金呢 那些是德國 是歐洲來講 不是說不無正義的 不是雞棚來的 他們的家族基金呢 是有非常完善的 會計的管理啊 還有高科技啊 投資等種的顧問 擺進去呢 那個回報率呢 那個前景相當之高 是吧 所以呢 這方面來講呢 那些家族基金有沒有興趣呢 相信呢 是會有的 那些錢你走出來就可以了 是吧 那些細節來講呢 如果你說真的在香港開拓到 一個這樣的新的叫做家族基金啊 或者慈善基金呢 不要講什麼了 就叫做基金中心了 是吧 這個呢 相信是一件好事 因為可以吸引多些錢呢 是聚在香港 出出入入 是吧 那有些基金可能都想著 不要搞這麼麻煩 是吧 就是這些基金呢 就直接這些家族基金 直接在香港 是投資豪宅 那對於香港的樓市 會不會是有一個刺激的作用呢 那這些我不知道 天荒夜譚啊 亂想啊 你當我發一瘋啊 但是其他的呢 高科技啊 AI這方面來講呢 我相信 有美國這隻老虎 身為世界警察 在那裡是盯著 維持一個國際投資的道德秩序 相信德國來講呢 這些這樣的企業啊 一定是會奉公守法的 是吧 好啊 至於英國呢 剛剛特區政府呢 就發表了非常操前寧厲的聲明 是去譴責英國國會 在這個香港的半年一度的報告書 當然呢 英國來講呢 是比較容易分化的 因為英國的商界啊 那種見淺眼開的程度呢 這麼多年來也都享有一個非常之高的聲譽 但是問題就來了 英國有多少出口呢 現在呢 香港很多那些兒子女女啊 恐懼香港的教育前景啊 個個勇了英國讀書啊 譬如說英國之間的合作 陳茂波可以參觀幾間 這些英國的國際學校 不用擁過來了 他們過來了呢 就那些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那些資金就走過去 那些在寄宿校附近那裡買樓 就不如這樣吧 你整回四五間英國寄宿名校 過來香港 包括大灣區那裡開分校就行了 是不是 我幫你提供這個土地 這個叫做土地那個變更啦 或者香港土地不夠了 我在大灣區那裡 我拍心好跟你拿幾間 港珠澳大橋啊 這個叫做西九啊 鐵路那裡是完善的 這樣就可以令到我們的家長和學生 留下來在香港 不用一聲賣樓 帶錢去英國 這樣也可以的 是不是 在這方面來說 如果談了幾間的國際學校 來香港大灣區那裡開分校 我相信 香港很多人 是拍手歡迎 是不是 但是在這方面來說 就看不到有這樣的合同 或者意向 也都是沒有見到英國的教育界 是吧 所以 陶先生最重要的是交數 KPI 因為如果不是 你試一下一個私人公司 你 拿公司這麼多錢出去 兜了個圈去歐洲 吃玩買也好 這個開會 這個見人也好 最後回來 你沒有單交呢 那是不行的 無論你是阿斯利康啊 高科技啊 什麼AI公司啊 還是 剛才說的家族基金啊 或者去到 你剛才說的 教育產業 叫多幾間英國名校過來開分校 都不緊要 上中下三路 最緊要你交到課 不緊要 不需要馬上交 你告訴我 一年還是兩年 如果最後一兩年之後 不了了之的 要不需要問責 要不需要追回這些開銷 陳茂波要不需要出來道歉 這些不緊要的 我覺得用時間去證明 或者香港人呢 要習慣也好 或者是 要有記性 等於民建聯 我再講多次 譬如東盟國家之後 交了什麼KPI回來 究竟有什麼東盟國家 現在是會在香港進行這個 投資 或者是 設立這些這樣的 新的科技的公司 如果沒有的 那民建聯裡面 此行 那究竟有什麼意義 那法國那方面呢 據我所知 三年前呢 法國人在香港的 那個人數 居住的人數 是超過三萬 經過三年 多謝你動態清零 之後呢 法國的僑民呢 是撤出香港呢 是幾乎超過四成 現在據我所知 是剩下一萬八千左右 那法國和香港之間 有什麼的貿易關係呢 當然主要是紅酒 是經過香港 是傾銷本地 和入大陸 但是你也知道 現在大陸那方面 這樣的局勢 法國的紅酒 傾銷過香港 還可以 是賣到多少 入大陸呢 是不是 那另外 那些什麼法國的設計 那些什麼呢 只能夠在太平盛勢的時候 感嘗添花 至於其他的法國名牌 這些Chanel 啊 這些這樣的手袋 耳熟能長 就不需要 陳茂波再走去法國 那裡 是講好香港故事 這些呢 法國的名牌 意大利 Ferragamo Gucci Chanel Prada 早有自己的門路 在香港 是下釘了 但是現在你看到 廣東道啊 羅素街啊 這幾年 大陸湧進來的資金 那些遊客 還會不會在香港 掃這麼多名牌的法國貨呢 外馬士手袋呢 這方面來說 法國佬更加不用你sell 那條數是多少 他心中個個有數 是不是呢 所以這次陳茂波去到法國 也都看不到 他看到法國的政府的官員 唯一的官員 好像 叫Correct me if I'm wrong 你就糾正我 如果我說錯 就是拜會中國駐法國大使 這一位呢 引起法國朝野非常之憤慨 叫做盧沙野 那他走去見盧沙野 就向盧沙野 介紹香港最新發展 那盧沙野是一批 非常之著名的戰狼 那盧沙野對香港的法國投資的發展 應該沒有什麼興趣的 這些呢 沒有辦法了 你香港是一個小朋友嘛 盧沙野是法國的阿爺 最高代表 那你又不是去拜會 是吧 但是其實這些我覺得是凡文獄之 你不用找他的 你走去找他 就只會令法國那些傳媒 對你有另一種看法 是吧 所以這些呢 就比起前殖民地時代 港督 一去到這個香港 去到這個外國 一定可以見到歐洲的官員 前港督這個彭定康 最威水 去到美國 直踩入白宮 見到這個叫克林頓 就連我們香港前特首曾蔭權 都曾經享受過 在這個叫禮賓府 接見希拉里 這一種國際的待遇 是不是 曾蔭權呢 也都去訪問華盛頓的時候 是見過美國總統 好像呢 這一種這樣的崇高的地位 就到曾蔭權為止 曾蔭權之後那兩任呢 就似乎是大大縮水了 到現在呢 這個訪問 德國、法國、英國 應該就是由特首李家超 遇駕親徵 但是呢 很不幸 李家超又被美國 點名制裁 就連這個 叫亞太經合會議 11月到現在都沒有收到請貼 所以現在特區政府高層呢 唯一拿得出去 而又未受美國制裁 那次只有一個 就是陳茂波先生 辛苦他 辛苦他 辛苦了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的支持 今天繼續加入我們 風雲菊、風雲梅 這些特別會員渠道 和爆衛聰的Patreon 不知為何呢 有線電視就叫他回來 他給我不合格 交給他去評分 是 然後呢 我就正式告訴你 如果通識卷 我陶傑不合格 就證明這個通識波 一定不會長命 短則三年 長則五年 是吧 後來講中 先請我進去 他那個大宅 我看到花園 有個龍 龍裡面一朦朦朦朦朦 裝著一個人形的東西 下一鏡原來是一隻黑熊 是呀 後來漁龍村 發現了 你是不是以前和金國亮拍過一套 少年十五二十時 是呀 是呀 你怎麼知道 我跟了你很久 這句說話一語相關 我跟了你很久 我跟了你很久 我跟蹤了你很久 那時候你在光明頂有沒有在做 在做 當然 解釋得到了 在做 然後我開了一個 高的吃本費和要求收港幣 是會令到他們推卻的 誰知道 立即答應 解釋是從來沒有鬆動過 你不要是有誤會 入了世貿修台灣 以及成功舉辦奧運會之後 他還需要你嗎 那些人幼稚的幼稚在這裡 加入頻道會員很簡單 你可以用電腦去回我們的 YouTube頻道手頁 按加入頻道會員 又或者用手機YouTube App 在本片的描述欄 卡最上面的連結 加入風雲會頻道會員 有能力的朋友還可以同時加入 淘結Patreon 和霸偉聰衝心直說的Patreon 而Patreon除了有各種專屬內容之外 還有1-6風雲谷的聲音版 大家的支持一定會令我們更加有動力 為大家帶來更多好節目和內容 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